大家好 我學長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大來賓 來做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迪 OK 現在我們的貪紅炸子機 別這樣說 別這樣說 阿迪總算來我們頻道了 我們說到這個合作已經說了大概 好幾年了 三四年了 我們認識這麼久 一直說合作 今天總算來同框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阿迪來做一個挑戰 這挑戰就是 如果學長今天有五個手法 然後阿迪來抽 如果抽到其中兩個手法 他到底能不能搞定 哇 這壓力其實蠻大 你現在把壓力丟到我這邊 那誰管你呢 這兩年都學了很多手法 對 這幾年呢就是 我們就是算是雜學啦 雜學 這個店家的這招喔 就學一下 然後那個店家學一下 然後學長這邊的頻道有在看嘛對不對 也都有在跟學長學習 然後也學一下 所以就是大概 十幾二十招是沒問題 應該是略懂略懂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的也不是說要考倒阿迪 就是我們今天會選五招 算是比較大家耳熟能響 然後就是阿迪等一下來測試的時候 然後我會以我的角度來跟大家討論 如果我覺得這些部分為什麼要這樣 或是說他為什麼不要這樣 他會更好喝 也讓大家覺得說 如果你學到這個手法 或是說你在衝的時候怎麼樣 也可以避免一些錯誤或是得到更好的結果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五個手法呢 第一個是 單田注水法 OK 單田注水法 就是像王冊的 王冊當年比賽的 其實說簡單還不簡單 其實蠻難的 有一些講究 第二個呢就是破骨折的四六 也是一個冠軍手法 冠軍手法 但是應該是你很熟嘛 熟熟 玩過太多了 沒錯 但是我今天要檢討你 如果四六法不好 那他就 OK 第二個 第三個呢就是點滴法 其實這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蠻難的 嗯 點滴法 手會抖 抖才好 手就自然點滴嗎 男人過了五十歲以後就自然會點滴法 沒錯 OK 就是點滴法 點滴法其實蠻吃那個 對於層次的表現 點滴法只有濃度 但是沒有層次的話我就打槍 好 那第四個呢是攪拌法 OK 攪拌法非常多大神嘛 對不對 Mate啊 那個姊姊們 全部都有 都有用過 所以你都可以 或是你自創攪拌法都可以 好 但是也要把那個攪拌法的精神 只要用到攪拌 你都要攪拌 了解原理 了解原理 那第五個呢就是 心芒濾杯 OK 因為心芒濾杯算是台灣之光 台灣研發濾杯 很多人在使用 那我也想了解 如果阿迪抽到心芒 會有什麼手法 OK 對 然後我會 如果抽得不好的話 你就知道 他處理你 OK 好 就這五個手法 壓力好大 蠻有標誌性的 相信也是大家都蠻喜歡玩手法 這支影片如果拍不好 可以不要上線嗎 不行 放大 那個 上面在鏡頭放大 OK 我的鍵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就來 抽第一張 我們五選二 好 好 這支 換一下 來 是什麼呢 單點注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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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先來玩這個 好不好 第二個我們待會再抽 好 來 單點注水的話 我們今天用的豆子是這個 紅都拉絲 紅都拉絲的豆子 水洗的 我會把研磨度先調細一點 比平時手沖再細一點點 然後 等一下的沖煮策略 就是燜蒸完之後分三段 燜蒸大概三十到四十克 然後第一柱沖到一百五 然後第二柱兩百五 然後第三柱到三百 好 我們雙邊講 OK 十三好不好 好 我幫你 好 我這邊的習慣呢 是都會讓綠子平直 先處理 比較服貼我自己的個人喜好 其實王特的沖煥我已經忘記了 太多年了 而且我看他後來 店裡面用的方式 也跟比賽又不太一樣 也不太一樣 可能都會微調 微調啦 但那個邏輯大方向應該是 沖煮邏輯是一樣的 好 我覺得單點注水法呢 我自己覺得重點是 那個給水的 那個 形態 先不要說太多 好 我覺得是有那個 Tacer形態的講究的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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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一下 檢討一下自己的 我們可以討論啦 如果這樣會怎麼樣 如果不這樣會怎麼樣 然後 改作業 誰敢說是 自己手衝 手法是最厲害的 屁 真的 我們要虛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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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第一組先悶蒸 好 大概30到40克 左右 嗯 讓粉均勻吃到水就可以 然後等一下的 這個手法比較簡單 好記就是 30秒給一次水 嗯 所以等下30秒之後我們給第二組 然後給到 一 剛才說 150 所以喊悶蒸 喊給水是30秒悶蒸 對 好 嗯 看到一些東西了 好 我們就中心注水 可以 點點點點點點 等到 150 停 OK 嗯 然後等到一分鐘之後 我們給第二組 然後給到250 請用頭禮 然後這組呢 我流速會稍微讓它快一點點 喔 第二組還 還加快 嘿 因為 等一下再來說明好了 好 好 好 1分30秒 1分30秒 喔 這一組真的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 對 有蠻多條 好 接住 到 200 差一點 300囉 OK 好 所以 越多一點 越多一點 322 322 完成 完成 OK 1分50秒 總注水 對 大概1分 2分鐘內會結束 OK 好 中心注水的 一個點是 它其實 流速會比較快 會比起你繞圈還好快 因為你就直接把水給到正中間 然後 我們用錐形濾杯的時候 中間粉會比較厚 那水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要會往中間流 對 所以你如果今天 從旁邊注水 它會讓粉 往中間沉下去 所以你中心注水的時候 它粉會被往外推開 所以反而流速會比較快 然後所以為什麼 中心注水的時候 我跟你說要把它分 細一點 就是因為它流速快 如果今天 又是用出粉的話 它很快水就會流掉 然後再第二點呢 就是中心注水 我自己的習慣會 分 多段式注水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悶症完之後一段 或是兩段就結束了 那這次我是悶症完之後再分三段 就是想要讓它的那個 萃取的段 段數多一點 盡量萃取出比較豐富的程式感 但我會覺得 中心注水會 難的是它很容易沒有口感 就是它很容易衝過頭 太快的話 它的口感就會不夠 我的經驗 你看 你看 你這一杯喝的 跟你的目標 完成度如何 多了 我想說要說什麼驚人的話語了 我覺得 可以改進的地方 應該是它的口感 可以再更好一點 所以你覺得哪裡不好 我覺得中間會空一點 我覺得中間空喔 中間比較偏空 你覺得呢 因為我剛剛覺得那個 這個配水的比例 因為耐煙助水法 你剛才說的重點沒有錯 說是 它是給中心點嘛 所以如果呢 你的水 全部流掉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清淡的問題 對 沒錯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說 那個 中間駐水法 它會有一個 淹水狀態 它進入淹水狀態的這個 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時候它進淹水 對 所以正常來說呢 我們如果不淹水的情況之下 我的粉塵是這樣膨脹的情況之下 對 我給中間的話呢 這個時候的水 是用小水的話 它就是粉塵是完整的 就像這個我們叫做 中心駐水 不要單點駐水 那如果 單點駐水的話 一般來說我們會呈現出一個 淹過 水會淹過粉塵的一個狀態 是喔 這樣子的狀態呢 它的整體的穿粉的機率會降低 因為我剛開始的水體夠大 就會把我的粉的整個沖散以後 直接浮在 讓我的粉淹在水底下 那這種做法呢 你在給水的情況下 它是不太會有穿粉的現象 因為我 跟我的想像是不太一樣 就是我的想像是 中心給水 盡量不要淹水 因為 如果要淹水的話 就有很多方式 像例如說 我可以去繞泉 然後我可以 例如說 可以不要分那麼多段 我可以去製造它淹水的效果 那既然用中心給水的話 就會想要讓它 不要淹起來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棒 就是 這也是蠻多 網友會聊的是 就是 單點駐水 跟中心駐水 我自己分的方式啦 我的中心駐水就是如你所得 它是以不淹水為目標 但是 就是 我自己想像中的 王側的單點駐水 就是要用淹水的方式 讓它呈現出一個 淹水狀態以後呢 把水浮在粉上面 然後呢 讓它慢慢的流掉 然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好狀況就是說 它其實不太會有 穿粉現象 穩定性會 拉得比較高 比較適合比賽 可是這樣就 就不一定會是 從頭到尾都是中心駐水 那中心駐水的目的 其實不是為了 讓它淹起來 它是為了穩定 就是我只要一個 所以它不是要中心駐水 它叫做 單點駐水 它就給下去的時候呢 它只給它一個位置上 所以有點像是 把水鋪在 我的粉面上 水上面喔 還不是鋪在 粉上面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兩個其實它的呈現效果 會滿不一樣的 會完全不一樣 會完全不一樣 對齁 所以如果各位 想要測試這兩個手法的話 你可以去想 去觀察一下 其實我也覺得 沒什麼對錯 對齁 就是我們每個人詮釋的 思考點不一樣 那如果各位呢 想要去試試看 單點駐水 可以考慮一種 就是 我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我水就給大一點 讓它比較快 第一段就進到 淹水狀態 然後跟你的測法 我覺得很棒 就比如30秒以後 留掉一半 或是留掉多少 對 然後這時候呢 再給第二段水 讓它還是在淹水狀態裡面 然後再留掉一點點 再給第三段 還是在淹水狀態裡面 其實 這種狀況 會跟你剛剛那個做法本身 就會差異性非常大 對 因為你的基本上 我的基本上 後面才淹水 對 我的這個手法設計邏輯 就是想要讓它 盡量不要造成淹水 應該說手法是一個選擇 那淹水的手法有 像釣圈 然後會用其他很大水煮 去一口氣把它拉高 然後的這種方式去製造淹水效果 那如果今天你中心選擇 單點中心煮水的話 那你就是製造一個乾淨的口感 然後製造一個乾淨的風味 好 那我 那我問你講多問題 淹水的萃取率高 還是不淹水萃取率高 不淹水 不淹水 不淹水萃取率高 為什麼 有點像洗洗母布啊 你今天在一個水缸裡面去洗母布 你再怎麼洗它 旁邊的水也是髒的嘛 所以 你再怎麼洗它裡面 母布的那些雜質 很難被 釋出到那個水裡面 但如果今天是在水龍頭底下沖 你很快就可以把那些雜質沖掉 那在淹水的狀況 就有點像是在一個 保和狀態 保和 它可能還沒有到保和 但是它的萃取效率就會比較差 因為水已經含有一些部分的咖啡的分子 就比較清淨保和 對 你比較難透過旁邊的水 再去把咖啡豆裡面的風味釋出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乾淨的水 經過咖啡豆 流出來 它就比較能夠完整的萃取它 好 現在問題出來了 所以 這個概念呢 我們可以討論一個問題 如果是 醃水的狀態 我們選擇的通常會是比較細的粉 對 因為它的萃取率比較低 所以用細粉去補這個 低萃取率 對 就會剛剛好 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不淹水 我應該會選擇比較粗的粉 因為它的萃取率 還不會過分爆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有趣的是 因為 因為中心注水它的流速快 流速快 流速快 流速會比較快 所以如果今天你又用太粗的粉的話 它可能會真的過快 就是今天 可能它就是一個取捨 我們的固定變因就是中心注水 對 那剩下其它可以動的 就是例如說你的粉量 然後你的萃取時間 然後再來你的研磨度 那如果今天固定的是中心注水的話 那它的流速 就已經會比普遍你繞圈還要快的情況下 那可能就要再調整一些些變因 但沒有絕對 就是你可以去調整一些些變因去 讓它不要再衝那麼快 雖然說它整體的萃取率會偏高 會偏高 但是因為時間也會抖 對 這個又是一個有趣有異題 就是時間短然後萃取率高 那它到底萃取率是高還是低 我覺得這個要測喔 因為這個點 這個點是 我們如果今天在講說 同樣的粉研磨度的情況下 然後你用浸泡和沒有浸泡 那當然是沒有浸泡比較萃取率較高 但是那前提是粉的研磨度不一樣 對 但如果今天粉的研磨度兩杯不一樣 那比較粗的粉 你不浸泡 然後比較細的粉浸泡 它要萃取率會怎麼樣 可能就難說 就不一定 我覺得難說 其實這個很合理啦 就是正常來說 高萃取率就是要用粗粉 手法上嘛 對不對 然後低萃取率就是用細粉 好我覺得還蠻好玩 我們第一題我們就 觀點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懂 非常好 那我覺得蠻好玩的 如果各位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手法 我們可以去思考 它有很多 其實我們剛剛從背後講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關於 那個 淹水不淹水 它萃取率關係 然後你選擇是什麼東西 選擇淹水 選擇什麼樣粗度的粉 就會跟你的 萃取率會很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也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你選擇這個手法 你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塩溫度 我就可以分享一個 就是 你們 我自己在沖的時候 會 會先找一個平衡點 例如說今天這個手法流出快 對 那我可能就必須要用細粉 對 先往細的調 那如果真的出來的風味 是太雜 太苦 那我再慢慢調出 那如果今天這個手法 或這個濾杯 它的就是很慢 它的流出就是慢 那你就可以往粗的調 然後再慢慢回來 那它就是一個變動的過程 OK 好 這就是大家可以來做參考 我覺得每個人的那個切割點 會不太一樣 那也不錯 OK 非常感謝阿迪在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大家這裡可以一個很好的討論 對 然後其實中間有非常多的 細膩的一些 關於衝組的一些思考點 對 可以讓大家能夠思考 那我們待會呢要衝第二個衝法 那我們先來衝第二個題目 然後呢 我們就做下一集 好 因為這個我們剛才討論實在太豐富了 那我們就先來請阿迪抽第二題目 好 第二題 點滴法 點滴法 太棒了 我最喜歡這題了 OK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先收到這邊 我們第二集 我們請阿迪來幫他們挑戰 點滴法囉 OK 那我們今天就收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